尤其因為現在根據統計 18歲到39歲的人 我們一天高達五個多小時 都在手機上面 所以你想這手機裡面 密密麻麻都是秘密 你可能有雙重人格 你的另一半還不知道 只有你的手機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幫大家解讀 我們藍芳博士說 從外觀就可以看出你的個性 手機的外觀 靠外觀 就是手機殼的意思 手機殼還可以看出個性 我現在心理特異競爭這麼激烈 是 所以我們來賓要大家拿手機出來 給我們看一下殼 讓那個藍芳博士 來探索一下你是什麼人格 來 安妮你先 先從安妮開始來好了 好 我的手機殼 我之前我剛好也換了一個新的 然後上面就很簡單 就是寫我的名字 因為這樣我就去工作 然後經紀人比較簡單 找到我的手機 因為很多時候你在花產時 就是很多人翻手機 然後都是蘋果 都是一樣的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就簡單寫我的名字 他們知道這是我的 那邵維的 他叫做什麼 他叫 坐下請 很可愛耶 他真的很可愛 對啊 但是我每次把他帶出來 我都被我們公司的人罵 因為沒有一個包包裝得下去 真的 然後他就算裝下去了 他的手會在上面 人家會想說 你怎麼會帶一隻龍蝦出來 對 所以 你放口袋也是啊 對 手就摸出來了 兩個凹會在外面 對 這很好笑 你就比如說你放口袋好了 瞎抱 一個這麼MAN的男人 對 然後一個手機 一個凹在那裡晃著晃著 這能看嗎 所以我後來就是這種太稀滑的 太明顯亮麗的 我都沒有在用 像如果這種比較浮誇的 這個算什麼 像這個 如果用比較浮誇的人 他是很想要引起別人注意的人 如果是用浮誇的手機殼的話 有的會貼什麼很多水晶鑽 那種東西 就是他會希望引起別人注意 他沒有辦法接受被忽略 璇璇妳是常被忽略是不是 璇璇怎麼這麼多啊 你看我的手機殼就是要搭配衣服啊 手機殼還搭配衣服啊 你還會每天換手機殼啊 我像我今天穿得比較亮 那我就可能拿一點素色的 但是我現在是一個媽咪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這樣子揹在身上 這樣子多方便我可以立刻滑手機 然後一手再牽小 一手拿媽媽包 這多方便啊 我24小時都可以掛在身上 像用這種功能性的人 他比較務實 對 比較務實 就比較實機 務實 他買了大概十個手機殼 對 他那個 他不是他當了媽媽之後 就變成另外一件 可是他還考慮到手機殼要搭衣服 我沒有看過人家 虛榮成這樣 真的 他真的很愛買手機殼 就小小的很便宜 但是會一直換的那個人啊 也比較容易就是 容易被洗腦一直買別的東西 就是人家說腦波比較弱 對 腦波 對 腦波很弱 就是被你腦波洗下去了 我還買了一個 這麼硬 這麼Man的籃球的 籃球聯盟的殼 我也來 我也買 喔 對 小孩他真的很愛你耶 是不是 我就是被洗腦 我一個女生用一個籃球的殼 對 而且他不打籃球那麼多年 對 明明就 你還一直鼓勵他 對 小浩我們看一下你 這個是裡面 因為我手機原本就紅色的嘛 所以我就用個透明的啊 然後重點是需要這個 因為現在不管到哪裡 比如說大家一起吃飯 當然大家我們現在不鼓勵 給小朋友看手機 但是有時候吃飯 真的需要他安靜 真的沒辦法 就還是偶爾讓他看一下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手機架 這樣子架著 架著給小朋友看 對 蠻好的 我就是務實 然後為小孩子付出 跟那種家裡面 買了十幾個手機殼 然後說什麼邊走 邊牽小孩 還可以邊滑手機 那種人是不一樣的 旁邊還有一個龍蝦的 那種媽媽是不及格的媽媽 但我常常看你 在刷那個名表啊 就是手錶的 那我只是刷而已啊 刷耳不買 我看你很多時候是點下去了 沒有 你點 我自己一直 我在看而已 他這種手機殼 是滿實際的嘛 對啊 可是我覺得他是一個 滿悶騷的人 悶騷 通常會用紅色的人 而且他還不把 他還特別把紅色露出來 對 他說要買一個透明殼 就是要露出他買紅色手機 那你買紅色手機 然後你不露出來 因為如果 買紅色手機就是想被看的 因為通常如果他露出來 有的人會乾脆不用殼 他會用一個殼保護他 然後要把那顏色露出來 其實他是一個會保護家庭 但其實他滿悶騷的一個人 真的 這好準喔 真的 好準喔 小哈 你個性就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藍芳博士在講這個事情 是讓你震撼的主 真的 震撼的主 他說你怎樣 你就是怎樣 真的 這是真的 我剛剛觀錄了 其實在大腦裡面 那紅色效應是非常 暗黑來了 暗黑來了 對 大腦裡面怎樣 這效應很明顯 就是說其實紅色人 是常常喜歡能夠得到贏 贏家 你看其實在很多一些籃球 尤其在美國 打籃球 就是要贏的啊 他們就要贏 他們會特別喜歡穿紅色 而且他們有比 有統計過 在社會行為學裡面 穿紅色的球隊 他贏的機率比較大 因為相對有穿紅色 另外一隊 他一定不是紅色 你知道紅色 他會讓人家熱血 熱情奔放 在備戰狀態 那安妮這種狀況是怎樣 就是粉嫩 他其實還滿注重自己的東西 就是他的東西就他的東西 他不喜歡別人 侵犯他的東西 因為有些人是可以共識的 或是什麼的 可是他應該沒有辦法 我也是這樣子 你看我的手機 我也是 你也會寫名字 不是 我沒有名字 但是我有寫 這不是你的名字 這是我的名字嗎 NL 就是我覺得我就是很... 就是我也是用一個很功能性的 但是我就覺得 這樣子比較不容易拿錯 我多務實 我就是這樣而已 你什麼都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沒有 你這個很亮晶晶 還相近一邊 我已經到了一個 無我的狀態了 什麼無我 這是殼嗎 這是殼啊 對啊 這是殼 可是你看他旁邊還弄粉紅金 粉紅金 很助理堂皇耶 這只為了 象徵我有錢這樣 所以你看我多務實 所以這個我們從手機的殼 可以看出個性 手機的桌面 也可以看出不少秘密 來 誰要把手機桌面給我們看 就是那個手機開記以後 那個畫面 你要按... 哎呦 那是誰 我的天啊 你這是你 那是誰 這是你嗎 喂 是我 不是我媽 你的字面狂 我的媽呀 你這個應該是打破尿酸的吧 你這個畫上去的吧 畫上去的吧 畫的 我跟你講 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有時候要套桌面來提醒自己 很多人會以為放自己的照片 你是維爾 維爾有看到在桌面 用這個金狀男的照片 是 另外一個是潘若迪 可是我可以幫他說一下 就是很多人以為桌面 放自己的照片是自戀 但是因為他剛剛前面講的那些 他其實不算是自戀 他是對自己很有自信的男人 我手機是這個 暖男耶 好爸爸 我先... 你另外一支手機拿出來 是這個桌面吧 我沒有另外一支手機 把你安卓那支拿出來 而且有時候你看到 你會覺得說提醒自己 你的孩子 你的小孩還這麼小 對不對 你的老婆在家等你 對... 但是你還是要好好努力的工作 該是回家的時候了 對... 不是該回家 你要好好努力的工作 讓你的孩子以後可以有 比較好的一些資源這樣 他的個性是很需要有歸屬感 就有一個目標讓他賺錢的 你以前是不是台皮的球迷啊 你怎麼那麼清楚啊 我們來看安妮的手機桌面 我就看到我的姐妹 我家人啊 這邊是我姐姐 我妹妹 我組好朋友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去... 看到嗎 我們大家一起去旅行的時候 對... 什麼意思 這個桌面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就是心情不好 可是你覺得累啊 你電一下看到 你就覺得 我可以跟他們見面啊 還是我現在賺多一點錢 可以帶他們去玩海邊啊 什麼的 對 雖然他也是放家庭的照片 但是我... 他是需要很信任的人 他的信任... 他不是隨便的人都可以信任 對 其實對 他很需要他的家人 他剛剛講得很正確 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都是家庭 但是你就注意到 他的鏡頭 一個是遠 一個是近 不太一樣 對 這樣就有差別了 有差 所以遠 就是他的重點是 那個裡面的人 可是對安妮來說 他是那個家庭 氛圍 對 那個氛圍這樣很重要 好圓的 就是你重視你家裡面的人 但是對安妮來說 那個家庭的那個感覺 那個歸屬感是很重要的 但也沒有可能另外一種可能是 因為他遠的話 會看到他的體型 所以性的話會顯瘦 有沒有可能 性的話看起來 大家臉差不多大 你是什麼 也是有可能啊 我是我的小狗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放小狗的人就是很有愛心 然後很善良 比較容易流眼淚的人 我的天啊 我真的是這樣子很容易嗎 就是很容易 動不動就流眼淚 對啊 不見了 對啊 你看 我啊 觸動到 我的小狗 會不會狗的後面是一瓶高粱酒 不是啦 那是你啦 我看你是誰 你很無趣耶 你很無趣 不要以為他就是這樣喔 你看喔 會轉動喔 有沒有 動在裡面 有沒有 這很高興耶 你要幹嘛 這轉了要幹嘛 玉琳哥在幹嘛 這是一個蘋果 這個一年還要花800塊耶 這個APP要錢的 這個是 你看 這個好硬喔 什麼一個APPLE在轉 什麼東西啊 這還是那個玉琳哥的 射精地位的代表 你的地位 因為它就是APPLE 然後你還會特別去把 那個APPLE的東西弄出來 給人家看 就是你要強調你的 我的身分 你就是要我們看到 你這個電話是iPhone12啦 就是要人家跑到我 玉琳哥主要你的手機 就是炫富又圓 它就是拿來炫富 反正我用你的最新款 你不要問我多少 反正最硬的 最流行的最新的 就是我在拿 好厲害喔 我也不會去記什麼多少 反正我 我們都沒有換 反正是我偶爾拿最新的 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因為歌就是歌 反正每年初新機 我都是前十名先拿到的 名牽 谢谢大家